來回抓著玩 來回抓著玩 到處抓 這裡抓一下 這裡抓一下 這裡怎麼不抓呢 這樣我踩進去了 抓一下飛像給我吃 剛剛還不如測不清 直接勾一下 這樣是不是簡單一點 現在這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馬往這裡跳行不行 這樣效果如何 再跳 跳 炮頭一不打 哎呀 炮頭一不打怎麼辦 炮頭一不打我們砍中式就贏了 炮頭一不打的話我們吃中式一槍進炮一槍就馬後炮了 這樣平炮一槍吧 將軍 還會把我們去關注嗎 那我這樣打炮了 吃 平炮過來直接平過來 或者是說跑一步退一步 我氣個兵沒必要 平過來 他吃了 蘋果來給他吃吧 鞠吃啊 那飛一下飛一下 飛一飛 來一肩退回來 來一肩怎麼硬肩啊 退回來 退回來這樣來降他 退回來他很麻煩啊 這個氣 我們的炮一定要退回來 終於應該可以喝口水吧 終於能喝一口水了 時間水都沒時間喝 這個炮退回來應該沒問題了 他怎麼走 炮退回來怎麼走 抓我一下 這個必須得上司打一下 這個不用想其他 先打他一步看去哪裡跑不跑 哇 這麼兇 那我只有刺局啊 這個沒辦法 這個系統我想走其他的 其系統都不同意啊 吃掉 系統不同意我走其他的 贏了啊 再來一局 再來一局啊 剛才這盤棋 中間這個還是有點複雜啊 這個後面是我們通過來回抓 找到他的一些破綻 嗯 抓炮抓馬啊 來回抓抓竹 對手吃了四億江啊 嚇了我們一跳 好 然後我們又開始新的一局 你好 請多多指教 對朋友是誰 紅愛生活 中泡百善百 啊謝謝啊 謝謝這個我們的老朋友啊 高旭啊 來來到我們直播街 應該又是給我送出來寶石節吧 我不用看應該都是這個禮物啊 感謝啊 我們這個高旭氣 我這個水性也是很高啊 然後 也謝謝這個聖 這位朋友啊 給我送出的花開浪漫 笑 笑馬吧 近距 去 衝 跳 這個對手水平比較厲害啊 衝 這步 這步起要讓他想一想啊 因為我們在中路要發起這個進攻啊 他要怎麼應對啊 我們這個高旭氣友就是很很擅長這個中路突破啊 我們正好下了一盤中路突破 哎 跳到這裡 好奇啊 這位氣友的這個實力不能低估啊 我們進一步G 他就平G殺我們的四啊 還逼迫我們用兵去打 然後 平炮打一下G呢 他就平去抓炮 我們要把另外一個炮擺在中間 也是一種思路 也是一種思路 或者回馬打一下他的馬 他退回來踩 我們又建議抓 來回抓也可以 這個其有幾個選擇啊 打一下吧 打一下 打G 都建議我打G啊 因為我看到評論區都建議我打G 我就打G吧 那就再擺一個中號啊 移形換位啊 調個形狀 出G那這肯定要衝下去啊 這個是必須衝下去 抬個G 有沒有衝下去 他來打我們 那也不管了 這個沒理由不吃 雷弓炮 推馬 下得很好啊 這個對手 要不要把壓住呢 或者平炮打一下 我們就撞線 他踩龍打線一間 撞線吧 吃了再輸 兵換個線 飛了我們打線一間 他補持我們再飛掉 吃 他怎麼走啊 進G 哎 那我們這個G就壓上去啊 不要給他炮過來的機會啊 炮就不要過來了啊 壓到這個位置吧 往前多壓一步 我的G比較尷尬 壓在這裡感覺比較好 比較舒適這個地方 這裡啊 壓住 吃炮不行嗎 吃炮的馬慘啊 那就悲劇了 炮退一步 他吃中冰 不願意啊 冰不要給他吃啊 冰不要給他吃 跳馬去保住啊 退一步炮 他吃冰 再把G開過來 或者就直接換了 換了多一個子 跳馬去保住呢 保住啊 哎 聲音有點小嗎 應該還好吧 吃4 冰吃4 嗯 也可以啊 冰也可以吃4 吃4他吃了以後 我們再退炮 他現在把馬跳出來 這部棋 退炮打一下 他就退不G 進G去抓他一下 他就跳上來 剛才退一步炮是最簡單的下法 不過不願意走 這樣走 有沒有一些個個妙手 這個棋 有沒有妙手 先抓一把 先抓一把 讓他跳上來吧 直接把師打了 乾脆這樣走 那這樣風險有點大 不一定成功 他馬要跳進來 把中向飛開 這樣飛起來 這樣飛起來 氣給他吃 看他吃不去還是吃 退炮 退炮打一下G 看他的硬招 打一步 試探一下 看他是逃G呢 還是退4 撐勢啊 撐勢呢 這個死我可能要吃啊 這個是閉嘴 我怎麼又只有一分鐘了呢 哎呀 老把自己搞這麼被動 哎呀 所以這個話不能多說啊 怎麼走 話不能多講啊 話講多了就很被動啊 行勝於言啊 哎呀 這句話我們要牢牢記住啊 行勝於言 這個沒記住 笑訊就很被動啊 朋友們 行勝於言 吃掉 行勝於言啊 趕快走齊 這樣拱了 這樣拱了 沒事 這樣沒事了 行勝於言 趕快走齊 啊 進去江吧 愛你了 對 這個要記住笑訊啊 說到這裡上次聊起來 其實我們這個 高旭兄 這個也跟這個 我們學校有一些淵源啊 好了 換一個場 我們換換到這個場 調整一下節奏吧 現在講話都感覺講得很不安寧啊 一講話就只有一分鐘啊 太緊張了 換個場 對話不能多講啊 不會不講話就覺得有點無聊啊 有點無趣 是不是 你好 請多多指教 司增 復讀機 哇 這好像是一個高手啊 這一盤就要做好翻車的準備了 好像是一個高手 跳 出局抓炮 他怎麼下 這麼下的一般都是高手 平個泡吧 變一下 一般跳馬 跳起來吧 衝個B 看他如何出招 對局 對了吧 跳出去 他就打邊出來 打邊出來 打邊出來 我就飛個邊向 他可能在走一個 巡核G吧 然後就我在走橫G 或者我現在就走橫G 他把G壓過來 把我壓住 把我壓住 那還是跳出去 欸 我們的驚醒啊 那個粉絲團升為西級啊 西級 什麼 這朋友叫查理新芒格 查理新芒格 查理新芒格是誰 查理芒格有一本書 倒是確實很經典啊 這個叫做 什麼窮查理寶典吧 熊查理寶典 進G 進個G 這個馬一般不要直接跳上去 因為他泡有根 跳上去還抓你 你就很為難啊 這樣可以考慮要不要跳上去 因為他要抓雙了 我不跳也不動也得動 那我們就吃中兵 把盯住 他給你對了以後打兵 我們再飛起來 他就跳馬登炮 我們的炮再去打鞭兵 他就拱起來 他就沒什麼便宜啊 踩了踩了打了打兵 然後再跳馬踩哦 那樣沒什麼便宜 往這裡跳 這裡跳吧 下棋一般就是這樣 不斷推敲 雖然說我這些分析呢 也不一定正確 但是多分析總是沒錯的 跳吧 芒格斯巴菲特的混合夥伴 對 對芒格那本窮查理寶典 確實非常經典啊 平均過來保住 保一保 馬不能退啊 退要打兵 換掉呢 換掉太平淡了 換掉有可能很很容易合起啊 我們還是過來保住啊 不要下那麼平淡 雖然這個棋也不一定 保住 保住 這個棋確實在這種細微的地方 就能看出我們這個對手水平很高 補個4吧 先等一步 因為中路總是要拱 這麼厲害嗎 拱邊煮 屏幕炮 瞄住 爭取去 有一點點收穫 點炮進去 肯定是沒用的 飛個邊向 飛個邊向來對兵 來思考一些比較消極的下法怎麼樣 屏個炮 屏個炮 要照片花打我 他就是在等我走這一步啊 我看你 他就是在等我走這一步 飛個邊向 飛個邊向 飛個邊向吧 等一步 抓緊走旗 哈哈 我們現在給我們提出一個課題就是要不要換炮 換炮比較平淡 換炮容易合起 退回來 退回來 保持變化 但這個棋未必便宜啊 退回來吧 這個棋對方下得很好 我們遇到一個高手 跳進去 跳進去不行嗎 跳進去確實不行 他平均一抓 你只有再跳 他一退去墊住 然後馬就沒地方去了 只有跳到邊上 他再一抓 馬就報銷了 馬不能輕易闖進敵陣啊 闖進敵陣很 有時候很很危險 對比那我們這個只有對了 這個對手確實下得很好 我們真是一點嫌疑都站不到 還有可能要虧一點 難 真是難啊 我們踩中兵他就殺我們底下 我們就陷入泥潭 這個對手確實很厲害 我們飛邊相就形成了這種叫做雙飛燕啊 但象棋的主要在中路啊 飛到邊上去肯定也是不利的 那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進去對一下他就殺我底下 要不給他殺個底下吧 賭一把 給他殺個底下 他抓這個 我們踩了他再殺底下 我們再吃 對吧給他吃底下吧 哎啊我們的這個一紅特大啊 這個大家看啊現在綁一啊 我們的這個啊 這個是這個現在的這個 應該是夏門隊的主教練 而且夏門隊呢也是在我們這個一紅特大這個 這個帶領下最近幾年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現在呢又是得到了這個世界五百強項羽集團的這個大力支持啊 前幾天也有新聞啊 如果大家關心特別關心我們齊圈的呢 就能看到啊 這個也是連續贊助三年啊 加上哎 浸泡啊 我們進進兵啊 對一下兵 飛掉啊 哎過幾天呢 我們這個 呃 一紅特大也是要在這個 我們這個平台啊 抖音平台要進行這個首播啊 到時候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對戰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 還有股東 嘿嘿 新未了生態景觀啊 還有還有向羽羽集團的股東 這麼巧啊 世界這麼小 有話打一下我們回來還是往前跳 往前跳 路子不寬啊 感覺還不如回來 回吧 對 這個一紅特大也是在這個2009年到2012年啊 當時有這四年當中也是代表這個四川隊啊 下了四年的這個聯賽 一個戰績也非常好啊 而且當時呢 這幾年四川隊總體來講都取得了 比前幾年更好的成績 跳馬我們踩中足吧 還是炮去打一江呢 炮打一江以後踩了以後他平一個鞭炮 我們再把馬 倒到哪裡 大家覺得我們這個時候應該是用炮打還是馬踩呢 現在一種呢就是炮去打一江他肯定踩了然後再平一個鞭炮這是必然的啊 我們呢然後再把馬要么退回到這裡 要么退到這裡 如果用馬去踩他會怎麼下 他可能踩了瓶充炮 他可能踩了瓶充炮 或者他直接飛個向 這步騎其實兩個選擇都可以啊 這種騎很細微了 這兩步都可以 踩吧 吃 吃 打一劍 將軍 大家也可以先關注一下我們的這個一紅特大 關注以後呢到時候我們在這個這個他這個首播的時候到時候對戰的時候大家也更方便看到啊 因為很快了很快啊 就是應該現在還有兩三天吧 對 我們這個一紅特大非常這個擅長的一個開局就是故宮炮 但這也是擅長的之一啊還有一些現任指路啊 剛才這位朋友也是非常了解 飛向 我們要不要退個向 平個鞭炮 好 打一下給他一點點心理壓力 讓他覺得啊 也沒有那麼輕鬆 下個向 下個向吧 把向線退回來 跳出來 哦 這樣打冰他的意思是平泡過來打我們的鞭冰嗎 那我們再平泡打打了打出去有兩個冰但是位置稍微差一點這個也不得不吃啊不然他跳滿燈泡啊我們也得吃以後跳進來我們這個鞭冰就要丟了啊打了以後他也有可能直接跳進來 先吃了再說吧 吃 他有可能直接跳進來啊 平泡一打我們一打他跳進來打了進馬燈泡我們泡平到這裡 所以進馬燈泡平到打下就飛向頂住啊堅守 他要門就直接跳進來 他要門就直接跳進來 平步泡 這也是一步好奇啊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退一步泡 他要把我壓住我我打他就壓住啊我打到這裡有個踩霜這是不行的 或者直接進中兵他浸泡壓住一拱他這裡一踩然後跳到這裡啊我明顯不利 退化打一步他肯定往這邊跳我再踩他又來打邊咪我又跳打了再往裡跳專注的跳馬 打一步啊 他這麼走的意圖就是想壓住啊就是想浸泡壓住 他這麼走的目的就是想浸泡壓住不讓我的馬輕易的跳出去 他跳馬我現在跳他或者把我泡平到這裡平邊來打我的邊咪也是有可能的我就再往裡跳 直接跳到這裡我飛向了 飛向他就浸泡把我塞住 塞住 塞住 這不塞住有點厲害啊 飛向我以浸泡打一步 我以浸泡打一步 打了我們打過來 好像我們現在只有浸泡了 我們飛向他塞住 塞住我們怎麼走他由飛向又來打向 我們進個中兵他飛向打一步 有點複雜了 有點複雜了 浸泡對打呢 打了打過來 也是一個很複雜的殘局啊 打一下吧 我飛向他這裡分的是要塞住啊塞到這裡打冰 這個棋確實得要細細的推敲啊 哦 少個大子一樣的啊 大子是一樣的啊 現在都是雙泡馬對戰這個雙泡馬 塞住哎 對看來剛才這個地方啊 有點迷糊啊 其實 這樣反而給我這個製造很大難度 打過來 好打嘛 這樣他保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兵種的一個結構 這樣我可能要擺一個中炮了 推馬燈 進一步 推炮打進個中兵 現在關鍵就在於能不能保證兩個兵 要必須得保證兩個兵才有取勝的希望啊 保證不了就有肯定也沒機會 現在這裡是要退燈 直接進中兵呢 直接進中兵 再衝過去 他這裡會來對炮嗎 他敢對嗎 對了以後 是什麼結果 很複雜 很複雜啊 這個棋 平方對 平方對我拉過來 直接衝中兵 不跟他纏鬥 不然這退馬真的 這個棋換了兵以後的位置不太對頭啊 衝個中兵 衝個中兵 衝個中兵吧 衝個中兵吧 不怕對炮 對炮 對炮對了能不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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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炮對了以後 擺個中炮 感覺是贏不到啊 對了應該是贏不到的 炮還是得過來 到這邊來吧 到這邊來發展有沒有前途 然後退馬燈 退馬燈 退馬燈我就拱起來 到這邊來發展吧 他會下底炮嗎 他真的有一個下底炮啊 這個其實對了以後 感覺到好像不好贏啊 這個位置 對了以後 只有擺個中炮 又踩回來 贏不到 過來 舉棋不定 有朋友說我舉棋不定 不過這個棋確實得仔細推敲啊 得認得分析才可能有一點點機會啊 下底炮啊 確實走得很好 這位對手 我現在進中兵他跳邊馬踩我 我對方一打進馬一間我的兵就沒有了 但我只有 會沒有 直接把炮退回來呢 他會跳滿到這裡嗎 跳到這裡 然後這樣來一間 然後這樣再來一間 這樣再吃了 這樣一打 這樣一打 把炮退回來 不要給他直接跳 進中兵 他跳 退炮一打 一槍 填炮 退到這裡 對這個棋很難贏 這個棋很難贏 退馬回去 我拱起來他準備走什麼呢 跳到這裡打我 我進炮一打 他的馬又穿到這裡 我們如果進一步後控制呢 他退馬一登 那我把壓住 他又登 那就直接換掉也可以 進一步後慢慢控制 這個棋這樣很有耐心的來回調動啊 浸泡把壓住 如果從中兵他這樣這裡有一步登 然後我們跑兵他這裡再登 將退到這裡 登的時候我們到這邊來 他這邊有沒有一些棋啊 從中兵 退這裡 進炮壓住 先壓住一步吧 看他的應手 他會把馬 轉轉移到這邊來 轉移戰場 如果我們這個一紅特打也是非常這個 擅長殘局戰鬥的啊 這個殘局也是非常細緻 其實他現在可以跳馬踩 跳馬踩我們進中兵打過來啊 直接就形成一個雙炮雙兵對他馬炮四向拳 但是馬炮在這邊對我們一些牽制 不過呢我們也可以快速的下到這個底炮 退炮 退炮回來呢 就又形成了剛才的這樣一種架構 他又回去 我們衝中兵 直接衝中兵踩了打邊兵過來 他肯定是跳馬 我們下底炮 直接充滿 直接充滿 退炮 退滿回去再充過去 再試探一下再試探一下 退滿登我們如果直接進中兵 他就跳到這裡 跳到這裡我們就平一個兵 再往這裡跳 我們就平回來 或者他往這裡跳 我們就平到這邊來 他這邊來一間下四 退一間 退這裡一間 或者是退到這裡一間 我們上來 換一個角度 換一個角度 那我們邊兵要不要啟動呢 他是不是要準備回中 他是準備回中 我們進個邊兵回中 可能我們就有可能中套了 擺個中炮 直接過中兵他跳進來 這是不直接就不行的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現在有個平炮出來 對不起我走的不對 這裡還有個平炮 好 出鍵 這樣過中兵 他退滿登一步 確實現在發現這個沒有加秒的確實有這個問題 沒有時間是個大問題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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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棋确实啊 这个其实 从棋上来讲呢 确实引起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兵爪是没有冲过去 没有冲过去连手 没有成功拿到这一步 冲个边兵吧 走一步看一步 还是走这一步 他会推薦 vaccin对吗 摄事 清晰 call 清晰 清晰 上面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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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回去 跑动了 这也确实没下对 确实没下好 先退一步 他不见不醒过来总是要退一步 他现在应该是要正常来讲 可能是要凭这个鞭炮啊 描述我的鞭冰 看看我怎么动 其实看来刚才还是应该进中兵啊 就是这个那个地方不应该再惨斗了 进中兵惨了打兵过来 就直接下这个双炮双兵算了 对吧 应该还是应该进中兵 退马踩我 那我先跑一步再说 他应该会到这里又踩一步 还是说这样再踩一步 试探我的硬招 平回来 因为不能下 下了他退马打 那样的话 肯定就要丢东西 如果说你进一步炮 他就会来打你的鞭冰 还是走错这步 起了 好 好 好 抓起来 我 将军 走得很好 品炮他又帮忙跳进来 算了 没时间 这个棋 算了 这个棋 其实我还是应该直接冲冲冰把这个冰打了 这样下这个双炮双冰对马炮试验群 压住 没时间是一个感谢你大哥送来一直陪伴你啊 哈哈哈 打了对了算了吧没时间啊 这个棋肯定还是要好一些啊 不过这个棋没时间 就随便拱一拱吧 船起来 撑起来 这样应该是赢不到了 请求合起同意吧 这样赢不到 这个骑炮双兵对马竹是赢不到 我们要换个场发现还是得打一个这个场 哎哦哦上次上次是因为什么原因降了一级呢 上次是因为什么原因降到特大三级的呢 好像遇到一个超级高手啊 对冰局吧 遇到一个超级高手 跳马 哈哈哈 来这一招 骑马局啊 这个骑就其实又换成了这个骑马局啊 我们直接来的紧密一点吧 浸泡 飞一下 这一招就出现了啊 这一招应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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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 这一招没见过 很厉害啊 76%的胜率 对面有点厉害 现在把把欲高手 把把欲高手 打也不行 交换 厉害 只有打了 打下来 打下来只有补个4 只有先这么走 不补这个4以后就有些爆破的危险了 只有这么走 压住 把炮居平过来一抓 对抓 吃吃 打居 这有可能丢子 把炮退两步 他平均对下 不对 平均过来他出去抓 我可以把压住 这可以压住的 我平均过来他直接吃 我吃他抓 我再退局 平均过来 平均我可以把压住 他平均之后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压住 压住 压住 他现在会怎么走 他现在会怎么走 下得很好啊 现在要来浸泡打我的线 我们如果这两步均 行不行 又拿心来砸我 但这两步他随时有推窝心嘛 这种散机啊感觉比较危险 真是太危险了 怎么向 竟然不拘先出来是吧 不然他这里有可能还抓我的线啊 在推窝心嘛什么的 这不先出来再说 先跑出来吧 跑出来 不要给他散机的机会 我这个对手确实是一个高手啊 高手 看看他准备怎么走啊 看看他怎么怎么走啊 进一步炮 这里想推炮打我的马 是我首先把这部棋先准备好 这样我们可以考虑把区开出来 把区先开出来 把区先开出来 不走这个他推炮打马 这些棋就是看起来很是这个平淡啊 不过这个棋我还真的得很小心 现在这个棋是被他牵住了 被他给牵制了 现在他随时要准备有机会 就有可能退窝心嘛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对冰 都被牵住了 都被牵住了 把炮退回来 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试一下吧 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他不动我就平去对居 来回对 放在那里总是很危险啊 放在对方的这个嘴里总是很危险 退回来吧 气泡打馅 打馅没事 吃了以后他有个对居啊 这里有个对居没事 有个对居没事 不是 那我们再来要不要对居呢 那对居感觉有点消极啊 不太愿意对居 那不对好像也不行 还是对吧 毕竟对了以后 如果炮打过来 这个棋会缓和很多啊 免得老是觉得被他牵制 他现在说不定会连居 果然啊 果然连居 我们估计他这个棋 有可能会连居 因为这样不让 我主要是不让我们的炮过来 炮在这边我们就发不出力来啊 现在对了以后还是被牵制 进到这里有没有可能 他打下一架我下个四 等会有没有希望连续对决 到这里打我 我吃了 吃了 也不行 我吃了这边的儿才好 对这个 啊 好 原来 嗯 我去 我开中心 我来 让我开中心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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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你 还是先吃了吧 这姜吃猪蜀 比较被动的 他怎么不吃我军 他估计人离开了 如果禁局 他打一枪 上四把隔断 也不太对 把四撑到这里 抓四 抓泡 气给他吃 不动真不行 他对冰了 不动他对冰了 很被动 气给他吃算了 从上把这个子力给解放出来 这样对冰我们的选择就多很多 最简单就可以进两个局 很前了对手确实很前了 对手确实很前看到 我们说的这一招他都走出来 这期好像走的有点问题 走的有点问题 厉害啊 他有一部这个起啊 突然发现他有了有一个抓线 我拱不够去啊 吃线一间就崩盘了 还有个抓线厉害啊 有朋友说话怎么这么少了 因为起步好下 对手实力强大 感觉压力很大 这次就有上将 不上将就崩盘 不上将就崩盘 上将吧 他进去又来一间 退居对他有抓炮 下下将就平均勾马 勾马 勾马我就 只有弃子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下方 下降 勾马 我拱过去吃马平均抓炮 在平均打下 再点狙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对狙 他就抓炮 那我显然不行 这样就拱过来以后就闪架了 再跳出来 太亏了 下降 他肯定是抓我 我拱了 吃我这个 我抓这个 吃了 吃这边 打下 只有这么走了 不行也没办法 他看到这不起了 那没关系 对一下抓这个 对一下 那么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他说他突然怎么有个抓炮 没事 我可以至少可以对一下 就看看这个思路行不行啊 不行也没办法 走到这里了 只有这么试一下了 因为想走其他的感觉都是这里就不行了 就无险可守 干脆这么试一把 他会飞边向我就点击啊 没办法了 飞边向我就点击 他出帅我就将进泡再将 去给我吃 那我一直有吃啊 吃回去还是吃四 肯定是吃主啊 吃四我这一抓他就麻烦了 吃回去 给大家看 還是很麻煩 浸泡,只有快對局了 好厲害,這裡找到一個弱點,我就先嚇死了 行,鞭炮,這裡又找到我一個弱點 厲害 沒辦法,見招拆招 總能找到這種弱點啊 將軍 哦,我的炮掉不夠來,沒用 這確實可以呈現,我盡量把它撐伸,拋掉不夠來 沒用 肯定撐這裡啊 進一步它可以平鞠,沒用 它可以平鞠啊,這樣行不成這個鞠雙炮 出鍵 還是走這一步吧,出鍵一下就輸了 還是趁我回來算了 出鍵不好,出鍵進去一下退炮 我們去走 拱麵咪吧,一起走就拱麵咪 他是不是打了以後退去抓我啊 吃一件,上一件,吃過來 支禮破碎啊,還是有這種死吃 吃 支禮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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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敢打炮啊 進去來江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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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鞠来试试了 直接摆中炮 不给我任何机会 不给我任何机会 鞠了 光感司令了 光感司令了 抓 可以保住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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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进去按购送命 肯定没有测局 将军 将军 在江 这首确实厉害啊 他飞边下把我隔住 转退伍 他会不会平兵呢 会不会平兵呢 平兵就只有认输啊 打了以后平中鞠盯住 什么都没有啊 打了吧 他肯定平中鞠 然后就投险 他肯定平鞠 投险 我们就按套路 只有投险了 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 下不够啊 再来一句 下车 他肯定会不会又对了他呢 确实很厉害啊 我说好很高兴和你下集 戒话 坟坟坟坟 浸泡过来 敲个马 输居 进驻 敲 飞险进居 打一下 输居 进居 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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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来他就进去抓炮 然后再浸泡打我的竹 这个话是封过去 把居居出来直接打过来 退炮 打过来 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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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军没有 点进去 他也对云 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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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补一招 暂时不打 打了 打了 行居 闻居 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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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进去保一保 还也平中 那就直接冲过去算了 哎冲过去 抓一步 把中指冲起来 它有一个飞边线 这个其他有一个飞边线 飞边线 直接飞我这样踩一步怎么办 这样踩一步怎么下 退一步 退一步 踩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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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退一步我可以重跑打局 我可以重跑打局 看看怎么下 重跑打局啊 这里有一个 打一下 对方平衡我就吃老剑 泡在这里 所以我们挡住我们还是得还是得来想办法吃它的居 一样的 可以平酒 平酒也是一个好奇 换了肯定还是赚 再打一键 将军 他先把马吃了 撕掉 直接跳进来 让我飞个线吧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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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跑 我们就补一招吧 他吃这个 抓一步 他就吃式 再抓一步 他就吃现 是 这样补一招 不得了 吹泥 不行了 这样不行 再来一局 这个好像 我们对到一个 对到一个主播 对方直接认输了 对到一个主播 对到一个主播 对方直接认输了 再来一局 对到一个主播 这也不是主播了 直接许核炮 我进个兵吧 这一局要怕 吓个码 进泡 跳这里啊 打过来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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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泡打 还可能会进泡打 退回去 可以遇到一个高手 出个局 橙拘太冲过来啊 横拘太冲过来 横拘太冲过来 移行换卫 可以考虑啊 移行换卫 移行换卫 吃吗 吃吗 抓他的码逼他表态隔住 隔住他是不是就有一些破绽呢 有没有破绽 吃什么 吃 那我再吃 这才有些麻烦了 这要吃着马又吃着炮 吃了他三个子 哎 这样我吃这个马就只丢一个子 但我打这个一枪怎么办呢 打这个一枪还怎么办呢 将军 再吃这个 吃 吃 把剧退回来吧 还拱吗 还是跑 剧退回来就拱啊 拱了 拱了 有可能有可能要丢一个子回去啊 新来直播见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 点关注不迷路 啊 嘛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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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